各位中学生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很高兴我在北京大学2020中学生课堂里头 来跟大家讲一点有意思的事情 题目是植物里头那一点亲亲我我的事 我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曲李嘉 首先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亲亲我我的 我们在这里头用的是雌雄相互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在动物里头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特别是在人的雌性和雄性之间生物学行为 它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它有雌雄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它也有非常复杂的雌雌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雄雄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也有雌性非常美丽 吸引雄性的这个行为 当然也有非常英俊的雄性 吸引雌性的这个行为 那么在人类 以人类最为复杂的这么一种两性的生物学行为来说 研究起来比较啰嗦 那么被子植物里头呢 相对简单一点 雌和雄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它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它跟动物里头一样 在植物里头 雌和雄之间相互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那么以树精这一件事情为例 我们来看动物里头 动物里头 金卵树精 它们的相互作用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精子 它有一半 所以它可以游泳 它可以运动 那么它向这个卵细胞游过去 它自主控制方向 卵细胞呢 送一些化学 这个信号 产生一个梯度 所以整个这个按照梯度的方向 向这个卵细胞游过去的 这个方向 这个现象呢 叫做Pemotexis 叫虚向化性 整个这个受精的过程 是精子主动感受这个信号 然后向雌 雌方的这个卵细胞游过去 然后进行受精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植物里头 它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首先大家在现在来看 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占大主地位的陆体植物 其实是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 占现在大概接近90% 30万点这个被子植物 那么被子植物和 包括后面的螺子植物 跟前面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呢 你可以看 早期的这个 苔藓 苔藓 这些水 这个植物离开水 上路的 上路的这些植物里头啊 你可以看 大概有将近10% 那么这些 这些植物 虽然离开了水 那么它的生殖的过程 仍然需要水 因为 因此呢 它的这个金子呢 还带着边茅 那么所以 它们的生殖过程 生殖的过程 需要水 需要 比如说早晨的露水啊 等等 这露水一游以后呢 它的金子就可以游泳 开始跑 所以跟水里头的 行为是一样的 但是在 绝大部分的 螺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里头呢 那么它就彻底地 摆脱了对水的依赖 那么大部分的金子 都是没有边毛的 所以金子没有边毛 现在在植物里头 没有边毛的金子 我们就叫金细胞 金细胞 那么这个金细胞 怎么送过去进行受精呢 它没有边毛啊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在被子植物里头 它在长期的从水 上路的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啊 它演化出来了 非常复杂的熊配子体 那么熊配子体 在植物里头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叫花粉 它的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花粉平常到一定季节 大家就会 就会空气中充满着各种花的花粉 这个花粉呢 成熟的花粉 就叫熊配子体 花粉里头的结构是这样的 有两个金细胞呢 记住啊 没有隐瞒 是埋在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管细胞的这个里头 这整个加起来 就是一个成熟的熊配子体 这是雌熊相互作用的熊方的这个结构 那么雌方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雌方就是在一个雌类 一个花类里头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胚囊 这个胚囊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它是通过一个猪饼 这个胚猪啊 里头这个是胚囊 整个这个呢 叫胚猪 胚猪猪饼呢 通过这个猪饼呢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婴儿的这个 蟋带一样 粘在这样一个花柱道 这个花柱道里头 连在上 然后呢 外猪背 内猪背 把一个磁配子体呢 就包围在这里头 这里头 这里有一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来的 非常重要啊 一个是卵细胞 红色的卵细胞标出来的 一个是蓝色的中央细胞标出来的 但是在这边有一个孔 这两个包出来有一个孔 这个外面呢 有两个黄色标出来的柱形毛 非常重要这两个细胞 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 磁的是在这个里头 熊的可能还在外面 在天上飘着 那么它是如何才能把熊的里头 埋着的两个精细胞 送过来呢 我们现实已经就是 17年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花粉管 其实是可以专门演化出来 运送精细胞粉 大家这是一个花粉粒 里头两个精细胞 我一直 到时候呢 它可以长出一根花粉管来 这个花粉管呢 就从这个花粉粒上去长出来 长出来的过程中呢 顺便带着 这两个精细胞呢 就往前走 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呢 已经证明了 在被子植物里头 精细胞它没有尾巴 它完全不能游泳 所以它必须要花粉管来 带着它 就装 开个车一样 把它装着走 它不但自己不能运动 而且 它完全丧失了 对去什么地方 运动方向 这个信息交流 等等 这些控制 动物里头 这两个 动物的精子 这两种 这几种能力 它都有 而被子植物里头 这精细胞 完全没有了 那 它就像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万事 不管 一个坐车的乘客 那么 花粉管 长出来 它是什么功能呢 第一 它不光是一个车 它是装在 这个精细胞 而且 我们的实验证明 它这个花粉管 还控制方向 还负责把这两个乘客 坐车的这两个精细胞 送到那个地方 路上所有的方向控制 全部由花粉管来控制 也就是说 花粉管 其实是演化出来的一个 可以自动驾驶 跑到目的地的 滴滴大车 这个工作 已经在 已经发表过 那么有这个过程以后 那么我们就来看 它到底是 花粉管是如何 把这个精细胞 送过去的呢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花粉 它是要落到柱头上 花的柱头上 那么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风吹过来 虫 带在脚上 带过来 风眉 虫眉 那么各种方式 那么花粉管 落到柱头上以后 经过识别完成 它就会浓发出 那个花粉管 花粉管 往里长柱头 花柱 进入花柱道 在一定的地方呢 它就穿出隔膜 爬上柱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花粉管 出来了以后呢 它往前长的过程中呢 它带着两个精细胞 往前走 那么它又往 到这儿了以后呢 它这个花粉管 非常精准的 就会找着这个口 这个叫柱孔端 找着这个口进去 就去碰到这个 就去找着了这个 这个磁配子体 大家还记得 两个磁性细胞 卵细胞 中央细胞在后面 最外面堵着的是 两个柱细胞 那么 这个花粉管 你到那儿了以后呢 啊 到了那儿 需要打招呼了 啊 女神呢 我到了 那女神就要回答 啊 老王 辛苦了 你稍等 我给你开门 它所谓的开门 就是其中的一个柱细胞 自己程序化死亡 然后这个花粉管呢 就长进去 长到这里头以后呢 咔 就爆炸了 把两个精细胞呢 就送出来 送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组 精细胞呢 就跟这个卵细胞呢 融合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胚 就是下一代的植物 那么 最后长成下一代的植物 那么 另外一个精细胞呢 就会跟中央细胞融合 最后变成胚乳 这个胚乳呢 非常重要 咱们吃的大米 我们现在吃的大米 全部是胚乳 因为 大米上面有一个小 小的这个奥 小奥的那个地方 放的是一个胚 但是在大米的经家工作程中 那个胚已经被去掉了 所以大家吃的 全部是胚乳 那么这个种子 整个这个种子里头 主要是胚和胚乳 这两种 那么 它是 大家都知道种子是我们 我们食物的重要的来源 所以整个植物的 受精的过程 直接在农业上 决定了我们有没有饭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用一个 简单的 这个卡通 来把我刚才讲过的 植物里头的 双受精的这个过程呢 给大家再 重新回顾一下 那么首先是花粉管 花粉 过来 落到柱头上 经过识别完成以后呢 它就萌发出花粉管 花粉管往前涨了 它就会带着两个 精细胞往前涨 到一个地方 穿出来 爬上 猪柄 找到猪孔 进入 打招呼 其中一个柱细胞死掉 进去 爆炸 送出两个精细胞 然后进行双受精 整个这个过程 大家看得到 就是 其实是 花粉管走那么远的路 一定要找到这个口 一定相互之间 有个大招呼 整个这些信息交流的过程 都受到严格的遗传 这个调控 那么这个招呼 是怎么打的呢 我首先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现在植物里头 我们理解的 什么叫打招呼 给的信号 什么叫受体 首先是信号 信号可以有多种 我们以一个细菌里头 这是一个22个氨基酸的一个信号 细菌一侵染植物以后 它就有一种细菌 它放出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22个氨基酸 那么还有一种的接受信号的 这个 我们把它 那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受体 比如说 这个受体一般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在膜上 大家是细胞 在这个膜上 它是矿膜 那么外面呢 它有个包外域 这是个主受体 供受体 那么这里头呢 它就有积酶 其他的通过磷酸化的方式 来激活它下游的细胞类的一些反应呢 那么植物细胞里头 怎么感受外面的这个信号呢 我们以这个FH22 这个信号为例 那么这个信号呢 首先信号来了 信号来了以后呢 它结合其中一个主受体 结合主受体以后呢 它就像一个分子的胶水一样 把主受体和共受体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 它包内的那一部分呢 就开始相互之间的磷酸化 然后激发其他的这个反应 所以信号很重要 在膜上的这个受体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课 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总分 今天给大家讲 刚才我们讲的植物双受精过程当中 两个比较有意思 也是我们实验室最近 最近做了一点工作的这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花粉管从上面长出来 长那么远 它一定要找到那个 这个磁方 黑猪的那个口叫猪口 长得那么远 一定要找到 那么它的方向是怎么控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核心 其实就是花粉管 谁去吸引它 过来过来 这个吸引的信号是什么 以及花粉管上 哪一个受体来接受这个信号 接受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花粉管吸引过来的这样 两个非常核心的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其实已经做过一些实验 是不是有吸引的信号呢 有 谁发的呢 这个磁方发了这个信号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这是就是磁配自己配猪 拿出来 单独拿出来 花粉管用一根这个绿色荧光蛋白标记好 标记好 你看那个花粉管是增长 然后大家看 大家看到的是 花粉管非常精准的 就找着了这个黑猪的里头 走进去 要进行受精 所以这个实验其实已经告诉大家 磁方这个胚猪 他送了一些信号 可以把花粉管吸引过来 那么这个信号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主要人在植物里头 有一大类信号 叫做小泰的信号 大家可以看 我们实验室 15年的时候 鉴定了在磁方表达的一些特意表达的基因 大概有354个 但是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 就是在这354个基因里头 居然有生产小泰这个信号的分子 有265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都是生产这个信号 所以呢 我们业内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植物里头 其实非常像中国的家庭里头的 这个设置 是谁发号施令呢 谁在那占主导地位呢 妈 是他 是那个磁方在那说 由他说了算 他是老板 那么他发这个信号 是发了一些什么信号 来吸引他过来呢 那么科学家长期来 再找这个信号 比如说在百合里头 人家发现一个小泰的信号 这个信号呢 叫取的名字叫 Temosite 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把这个信号放到这个中间 然后你让这个花粉粒 这是百合的 花粉粒放到外面一圈 然后先让它对着外长 但是如果你里头有这个吸引物质的话 这个花粉管是掉过头来往中心长 就是说它有非常强的吸引花粉管生长过来的这个火性 这是水 水是它就长得披头散发 所以这个说明确实是有效 一种这个蛋白质的这种信号 可以吸引花粉管长过来 但是由于百合这样一种植物 它是金族 到今天为止 它是金族 序列都没有测量 太大 很难做 基因也不好转化 所以呢 花粉管里头 谁来感受这个Chemocene 这个吸引的信号 那个受体 目前还没有长发 那么最后找到了是在哪个植物里头呢 十年前 日本的科学家呢 在有一种植物叫做兰珠瓦尔 他在里头找的一种小态 他把它命名为叫做诱惑 Lure TF是它的 TF是它的拉丁名的Vinitius TF Lure 这个Lure这种小态呢 它可以吸引花粉管 大家可以看 这是它的论文里头的这个movie 它放上去以后呢 花粉管立刻拐弯了 立刻拐弯了 所以呢 当年它这个工作呢 就在业内呢 就引起了震动 这是人类第一次 找着一个蛋白类的这个小态 这么清晰的 直接的 这个 把它 花粉管的生长 吸引过来 所以它发在了 当期自然杂志的封面上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封面这个 自然的这个杂志呢 还让他们把这个花粉管 弄了一个 就是让它不断地改变方向 弄了一个自然杂志的首字母 恩 所以这是非常好 所以在兰猪尔里头 也不好继续做 那个非常难做 所以呢 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金族也没错 所以现在来说 大部分的植物的分子 机制方面的工作 都是用了一个模式植物 叫做尼南剑 而杂志的沙利安 因为这个尼南剑也非常好 金族也很小 它是第一个高等植物里头 全金族完成测定 图谱也非常好 生活周期又很短 它两个月 种子到种子 那么很容易种 它是很小的一点点 每一个虽然很小的 但是它长了这个 种子非常多 三千个种子以上 那么有助于 大家进行后代的遗传学分析 那么转基因也很容易 把这个花在那个土壤 蒙感菌里头 dip一下 站一下 就基因就转进去 那么它还有很多的突变点 所以呢 从1999年 它的这个基因组完成以后呢 那么它在植物基因的 功能的解析方面呢 占据了这个主导的地位 那么尼南剑里头 有没有吸引 花分管的物质呢 是的 12年以后呢 日本的科学家也鉴定出来了 尼南剑里头的吸引 现在呢 尼南剑里头吸引花分管的物质呢 现在变成了 国际上通行的吸引花分管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大家可以看 把吸引 尼南剑里头吸引花分管的这个物质呢 也叫AT-6-1 把它呢 放到这儿的时候 看到花分管 直接就转过来 这个实验呢 现在就是变成一个标准的检测吸引的这个实验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已经知道了 磁方可以送一个信号 说花分管过来过来 是有这么一个信号 那么熊方在花分管上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一个受体来接受这个AT-6-1的这个信号呢 16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 还是这个日本的科学家 这个 克隆了一个受体 这个受体是在花分管上 它叫P-I-K-6 P-I-K-6大家看了 野生型的时候 你把这个东西往这儿一放呢 花分管 26分钟以后就转过来 就它被吸引过去 但是如果把P-I-K-6 花分管上的这个受体 去掉以后 那么花分管就 对于它的这个吸引 就不是完全丧失了 对它吸引物质的反应 所以它确实是它的这个受体 大家 这个呢 就也发在了2016年的自然杂志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吸引物质 一吸引的时候呢 这个受体呢 在花分管 尖端的分布呢 是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分布 Oops 大家看 往这一放 吸引物质开始转 转了以后 看这个颜色深的这一部分 就是它的受体 它表达多 那边量比较大 所以它转弯的时候 其实是在花分管上 不对称分布 这也符合 它为什么往这边来拐 整个这个过程是这样 所以整个 它的花分管上 对于这个吸引物质 它的感受器 受体 PRK6 也鉴定出来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就发现了 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花分管 它就完全不能 对那个AT621 这个吸引物质吸引了 但是呢 花分管居然总问到大老远 它还是可以找到死方 并且受精 并且正常的接种罪 为什么 所以其实很可能 我们对于它是吸引花分管 但是它真正在植物里头的生物学含义 可能还没有搞清楚 那我们实验室最后就在这个方面 又深入往下再做 它是什么呢 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AT621它为什么吸引花分管 它不是为了去受精呢 它是为了让自己的花分管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先拐弯 一个花分管如果先拐弯的话 它就会先受精 这在点画上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它让自己的花分管先拐弯 如果有别人的花分管 另外一个物种的花分管过来的话 它就会比它拐弯慢 所以它是让自己的花分管 算先拐弯的这么一个因子 这个现象呢 很早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同种花分优先的现象 那么很早的时候其实是谁 这位老爷爷呢 其实就是Charles Darwin 英国的博物学家 达尔文 达尔文在1859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书 叫做物种起源 在物种起源里头 第八章杂交那里头 达尔文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这个文字很长 我就不详细跟大家说 他讲的是什么 那么可以用一个图来讲 他这段文字说的是 老兄我亲自 亲手在我的花园里头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就是达尔文在这个花 他用了一个植物 一种植物 那么他把自己的花粉 瘦到这个植物上的时候呢 他瘦了完成以后呢 结的种子呢 比如说是黄色的 那么如果这个植物 他用了另外一个花粉 来瘦到这上面呢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 他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杂交的 这个种子 那么他的颜色呢 是黄色的 他紧接着做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 就是他把另外一个植物的这个花粉呢 瘦到这个柱头上 二十四小时以后 二十四小时以后 再把自己的花粉 瘦上去 那么大家猜 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很吃惊的 在这个实验 以及很多其他的植物的里头呢 看到了类似的现象 就是最终结的 居然是自己的这个花粉 最后完成瘦精 那么最后他得的结论就是 他自己的花粉 花粉管啊 可能长得要挺 别人的那个花粉管要快 所以他即便是晚了二十四小时 他还是瘦精全是自己的完成的 所以整个这个现象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花粉 同种 同一个物种的这个花粉呢 优先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 鉴定到的这个吸引物质 和吸引信号物 它的这个受体呢 它是促进自己的花粉 优先的这么一个因子 那么有没有既吸引自己的花粉管 又吸引其他种的花粉管呢 这个吸引信号呢 我们也找着了 这样一种新的吸引信号 这种信号呢 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绣球 这个绣球用的是咱们中国古代文化里头 这个择序 大家归秀择序 在大王上皇下一任 他就没有特异性 谁抢 谁抢了这个绣球 谁就可以作为成龙快训 这个绣球 那么绣球怎么样呢 我们看这个绣球 它可以吸引很多种不同物种的花粉管 比如说 这是它自己的 可以吸引 这是另外一个物种的 可以吸引 Headerite Headerite也可以吸引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吸引不同物种的一种 花粉管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们现在是做出来以后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就是同种花粉优先 整个这个 第二个 我们鉴定了 可以吸引不同种的这个花粉管 这个在去年 我们这个论文呢 发展在科学上 就是 那么植物里头除了吸引花粉管来了以后 有没有排斥花粉管的这个物质呢 到今天为止 只有这么一个报道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动物细胞里头 它的一氧化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心肌啊 等等 激活的一个信号分子 但植物里头呢 它有推花粉管 大家看 花粉管长得着 这是一氧化氮 掉头就往回走 但是这个 这个实验 04年报道以后呢 后面的进展就比较小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它想把花粉管 往回推的 这个一氧化氮的能度 在外面 在体外做实验 使用的这个一氧化氮的能度 严重超过在植物里头 本身细胞里头 所能够拥有的这个能度 所以目前植物里头 有没有推花粉管的这个物质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 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花粉管是怎么 爆炸 大家还记得 花粉管在进入其中一个 这个发生 程序化死亡的 这个 重细胞里头以后呢 它需要爆炸 把两个精细胞呢 带着的精细胞呢 给它送出 那么花粉管到底是如何爆炸的呢 这个地方上来 我们需要先讲 有一个受体的加股 我们叫CRK1L这个加股 这个加股有17个成员 整个理能界里头有17个成员 它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这是一个矿模语 里头有个鸡美 然后包外语 都是两个Malectin Domain 这一类这个加股的受体 大家研究的非常多 那么其中举一个例子 就这个叫做Feronea的这个成员 这个Feronea这个成员 其实就是这个女神 她是在注细胞里头 花粉管来了以后呢 她是负责让花粉管停 说老王你等等 我给你开门的那个人 这个人呢 如果大家看 在野生性情况下 花粉管来了以后 自动就会进去 她会死掉就进去爆炸 但如果没有女神 在守门的那个地方 女神不在的情况下 比如说发生突变的情况下 花粉管进来以后 她就不知道停 这个傻小子都不知道怎么停 所以她就在这拼命的乱长 她就没有停止 所以这是其中的这一个 所以看到这17个家族的这个这个家族里头17个受体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在这儿命名的这个叫做女神确实是女神 Feronea女神 她的命名是来自古罗马神话里头管生育和健康的一个女神 那么法语里头 这个也是美人鱼和诱惑妖艳的女神的意思 Feronea的下面 Anser 1 Anser 2 Anser呢 是Feronea的丈夫 然后再往上看的时候呢 Irullus是Feronea女神的儿子 然后大家看这个Herculeus Herculeus 1 Herculeus 2 Herculeus是希腊神话里头大力神海格丽丝的名字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么还有是Thesis 这个Thesis是希腊神话里头的雅典国王 那么最后是这个Any 这个Any 这个别人做出来 他们用的是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 生育的女神的名字命名的 这里头没有中国的 中国人命名的名字 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呢 把其中的两个成员命名为 佛祖的金字亚帖 Bundas Papers 这个金字亚帖呢 咱们明朝 吴承恩的西游记的这个故事 当时在西游记里头呢 这个孙悟空 Monkey King 他被如来佛祖抓住以后呢 如来佛祖用这个 这个 这个掌 化成五行山 把它压在五行山下 但是呢 五行山压住这个孙悟空 这个佛祖呢 就说 嗯 我得写了一个金字亚帖 所以呢 他写了一个 然后让小仙呢 把这些金字亚帖呢 压到了五行山下 从此 Monkey King呢 就会压在了这个下 压了多少年呢 西游记里头说 五百年 经过港镇呢 其实是到了 他是往往窗坏那年 是公元八年 公元六百三十九年 这个唐僧西游 那么是贞观十三年 那么这中间其实 到旧他 旧这个孙悟空的时候 是六百三十一年 压了这么长时间 直到这个唐僧见到他 唐僧把帖子一接 五行山炸掉以后 就送出了 就冻出了这个孙猴子 而我们用这个 佛祖的金字亚帖 来命名的这两个寿体呢 我们想取义 如果你拿掉那两个寿体的话 花风管就会爆炸 当然冻出的不是孙猴子 而是两个精细胞 是不是这样的呢 首先 这两个寿体呢 是在花风管的顶部表达的 如果把它敲掉以后 把它杀掉以后呢 花风管直接就提前爆炸 直接爆炸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请大家注意的是 红色箭头指的这个花粉 花粉粒 一蒙发就爆炸 一蒙发就爆炸 那么它的信号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又找到了它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居然是它自己的信号 也是花粉里头的 花粉管里头的信号 这个信号如果 这两个信号同时去掉以后呢 花粉管也是直接 花粉就直接一蒙发 花粉管就爆炸了 就这么一个 大家也再仔细看一下 看一蒙发就已经炸出来 内容物就已经炸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花粉管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有这个 佛祖的金字鸭贴 它在那个地方 这个受体 这个受体呢 必须接受它自己 带的一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给它 如果你不给信号 或者没有这个受体 那么花粉管就会直接炸掉 所以这个受体和这个信号 是让这个花粉管 在生长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不炸的 这么一个信号 那么问题是 它什么时候炸呢 以及怎么炸呢 我们很高兴的是 跟我们的合作者 这个UMAS 马萨出塞大学的 Alice Chen教授合作 我们在磁方 磁配子体里头 这不是配珠吗 里头找着一个这个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我们取字 取它名字叫唐僧之手 这个唐僧之手啊 非常的厉害 怎么厉害呢 我们人工合成了这个唐僧之手 然后我们加到这个 没有培养基点 花粉管是在找着 加进去以后 大家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效果 一加进去以后 爆炸了 花粉管就爆炸了 它东西撕出来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 花粉管爆炸的模型 是这样的 花粉管在生长的过程中呢 它自己有两个信号 然后它有一个佛祖的这个金字鸭贴 这个受体 这个受体接受了这个信号以后 花粉管一直不爆炸 一直保持完整不断的生长 等于它跑到这个花粉管 长到了磁配子体这个地方的时候 磁方组织分泌了一个 这个唐僧之手 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目前目前的机制还不清楚 那么它会替换掉那两个 它的作用比那两个要大 所以就让这两个信号功能失去了 所以在花粉管呢 它就会爆炸 我们从这个分子机制上解释清楚了 这个花粉管到底如何爆炸 如何维持稳定 什么时候爆炸 这样一个生物学过程的机理 就解释清楚了 相关的工作也在科学和当代生物学 这个杂志上发表了 最后呢 我还想请大家在显微镜下呢 咱们一起重温一下花粉管爆炸这个过程 花粉管长到这个磁方了以后呢 进去等于衡以后呢 爆炸就把自己的这个精细光送出来 这个过程 那么它的分子操控的机理呢 就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那么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 在整个双受精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 比如说绣球 磁方送了一个信号绣球吸引花粉管 花粉管上哪一个受体去接受它呀 还有没有其他的吸引花粉管过去的信号 我们很多的实验证明还有很多其他的信号 以及花粉管上到底哪一些受体去感受那些信号啊 为什么只有一根花粉管转弯转过去 第二根再也不能过来呀 以及花粉管爆炸它的这个物理力学的基础是什么等等 还有很多的这个科学问题 又带我们未来的这个基础研究去解释 去解决 那么所有的这些工作呢 我们要感谢呢 我实验室所有的这个老师和学生 以及我这么多年和我们合作的 国内国外 以及国内兄弟单位的这个合作者 那么我们所有的经费 是得到了国家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及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资助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